六周议会预计下个月解散 但是西蒙和国阵的议席分配还没有定案 对此国阵间 胡同主席拿到西料莫扎西有其他想法 他认为议席谈判应该是联盟对联盟 也就是国阵对西蒙 而不是成员党之间自己协商 阿莫扎西今天透露 州领袖已经磋商要如何分配一席 其中包括雪州胡同主席和雪州西蒙 已经进行讨论 但是他还是希望这个问题 可以以几种适当的模式来解决 他指出今晚团结政府将会召开协商委员会会议 到时候会有19个盟党参与 针对六周选举课题达成一些共识 与你什么相分地 你什么相分地 你什么相分地 你还不回家 你 planning